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属于方向机故障 助力失效 车流当时也是蛮多的 然后我旁边现在还有个孕妇啊 那个情形我就想一下就特别危险 他是引导我 就是说忽悠我嘛 第一次写的合同是写的方向打不动 然后写的方向比较重 然后让我在维修单上面签名 我不签 因为如果是签了的话等于我已经同意他维修这台车了 到后来呢 他就已经说检测了 也是方向机故障的问题 我就要求他给我一个检测报告 起码我让他 让我知道这个车子问题出现在在于哪里 不肯 他一直逃避 现在他统一退车 如果说你换车 你就给我一个我原来车是怎么样的 你就还原一个我原来的车的样子给我就行了 再加上那些保险啊 你上牌费啊 还有这些那个车膜啊 车衣这些 或者你说给一些你充电的超充啊 补偿啊 补偿一些这些元宝啊 都可以 他现在都没有给我这些补偿 这个后台的数据也是 列列列在那个工档上面 检查档上面写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也发给他看了嘛 也有一个小小的组件在里面 就是那个控制器 然后他是故障 就是现在只有两个方案选择了 就是第一个就是 就是维修加两年延长的保修政策 然后另一个方案就是 可以推换车 然后支救费不抽 我知道因为我们真的 不是修 也不是修 是关的 是关的 我们也有我们的流畅的嘛 我们也有救我们的流畅的嘛 就是要是关梅 然后呢 你就搞不动他 这个是很有意思 他又是个羊品牌 然后他又有事你就是搞不动他 虾头好像都不太敢碰这个话题 可想而知 马斯克是喜欢这里了 一个就是996什么的 一个就是他可以自娱妄为 没有用的是吧 谁也搞不动他 车坏了有问题了 这就是比较罕见他们承认车坏了有问题 但是人家这个上车牌的费用啊 人家贴膜啊什么的 你把车给人退了 那钱得补回人家 不补就这么霸道 服不服 换到别的那些地方去法院起诉 告告他 这里可能也不支持啊 不但不支持还有点消除 好了我们这个难得渣男们现在的问题来了 我们要远离渣男呢就是要坐火车 而且要坐不是高铁绿皮的啊 用腿用火车我们行走啊 当然了这个我也同意 比如说这个 比如我们的伴侣就喜欢要开车 因为开车是自由自在 其实开车这种自由自在是一种任性啊 他可能带来很困惑的很多问题 那咋办呢 我们也得接收啊 还得赚钱呢 赚钱 这即便特斯拉众多的问题 还是要买特斯拉送给你的伴侣啊 即便开车是一种任性 你得要满足啊 是吧 美好的人生不需要点任性怎么行啊 点赞转发支持我啊 尤其是女性伙伴们支持我 我在这里开课了 给你们讲渣男改造渣男 得买特斯拉 问题再多也得买它